兩名俄羅斯男子 凌晨4點多騎車在路上 因為沒戴安全帽 被警方來下盤查 結果發現他們身上有酒味 警方要進行酒測時 俄羅斯男子不斷用中文 夾雜英文向警方求情 不过后来得知酒測值 高达0.81已经超过标准 必须一公共危险罪移送 俄羅斯男子开始假装不懂中文 用英文跟警方沟通 两个人被带回派出所时 开始翻脸 不愿意配合询问 还用不雅的刺眼辱骂远警 由于外事警察 没有人懂俄罗斯语 警方告诫他们 用第二语言英文应讯 如果他们再继续装迷糊 还会多办一条妨害公务 男子这才乖乖接受征讯 之前用声色中文 来跟同仁求情这个动作无效 那可能有一点态度 就区域比较不配合 所以他就用母语来跟同仁做交谈 由于俄罗斯男子没有驾照 警方再对他开出一条 无照价值的罚单 男子来台一年多就读语言学校 却因为没有驾照 又执意酒驾再朋友回家 这下真的是陪大了 记者公伟的黄总盈谈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